你说既然离扣路的经济点 那我也就 我要来一个了 必须回应 对 结束这场战斗了 就是只愣起来 对 这个就扣径是真的精彩 这个是当年 张拉文 拉文做过的动作 拉文做过的动作 但是他比拉文稍微近了一点点 是 这扣径肯定是一个50分 没跑好 再量一下不点 这郑浩哥离第一 这个今晚第一次正正确的预测 越来越近了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啊 50分的一个扣篮 只要成功就是50分 对 这来看看啊 至少拉拉队的这个阵容身价就很高 没错 华州县里一步左右啊 一个滑翔的大红车 应该是一个50分的一个得分 现在前面两个已经打完了 阿迪江知道 公知道 以及 是 朱总还没有打吗 9分 公哥打了9分 阿迟岛呢 朱总给了10分 朱总给了10分 没问题 那看阿迟岛给什么分了 这个就直接决定性了啦 这个就直接决定性了啦 他如果是9分的话是不是同分 之前呢他是50加上 这个打分 您要高高的吧 如果是 出来啊 这样的话就赢了 那应该赢了 如果是9分的话 就赢了 一扣就能够完成 对 就是公主导一路来是比较严重 对 但是 根据昨天金晶自己说的话啊 好像说的是今天一定会有人配合 但 昨天反而是有了赵季伟 他昨天反而是这么说的 就是看情况 反正会有人配合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他昨天说的是 预赛不知道 但是决赛一定会有人配 结果预赛 昨天我们看到季伟 就已经跑出来了 是不是把这个用人的名额 先用到了昨天 好 但没有问题 最后大家拼的是个人难度 对 那我觉得还是 是